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姐姐嫁到台湾 自己又是成功大学的教换生 毕业后在台湾工作 因此长期住在台湾 此次206大地震之经历 之前都晚去任何采访 不过身为佛弟子 此次的念佛感应事迹 理应向大家分享 启发大家对念佛的信心 以报答阿弥陀佛的互念之恩 我记住佛法大概是在两年前 没有学佛之前 我心里就想找一个心灵寄托 不知为何 内心总有一种想法 神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 难道只是为了传宗接待 难道就要像一般人一样浑浑噩噩 几十年后就离开了吗 想到这样的人生 不由自主地觉得人生很苦 那个时候还没发现 这个大概就是佛所说的无常观吧 佛菩萨加持 我有姻缘来到附近的佛堂 听闻法师开始参加共修 说实在的 我对佛里的了解并不太多 只是听到法师常常说要念佛 念佛就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我对念佛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实不相瞒 我平常其实也很少念佛 二月六日晚 我是和八岁小侄女一起睡的 就在半夜熟睡之际 可能是被地震剧烈摇晃所振醒 我突然惊醒过来 这个时候 我听到房子摇动的声音非常之大 我来不及想什么做什么 突然间发现自己下半身被床铺压住 根本没办法动弹 被困之时 居室里面很黑暗 连一点点光线也没有 什么都看不到 我只是感觉到当时的空间非常的狭小 在我头部上方是塌下来的钢筋水泥 前面还是墙壁 四周似乎都是障碍物 我只能用手一点点的摸着四周了解情况 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困难的念佛号 害怕 慌张 恐惧 几乎充满整个思绪 其实我最害怕的是 我死后会变成怎么样 死后会到哪里去 我很后悔平常没有好好用功 以前一直觉得我还年轻 还有明天 还有时间 总觉得意外灾难 与自己牛马不相干 我又想到自己的父母若我离去 我爸妈怎么能承受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呢 我想起世俗常说的一句话 棺材是装死人 而不是装老人的 那时我才真正的明白 也深深的体会到 无常就在我们的身边 地震发生了没多久 突然我闻到一股很浓的瓦斯味 这味道让我一度都快无法呼吸了 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受伤 头部流了很多血 感觉非常的晕眩 当时我以为自己已在死亡边缘 所以这个时候 我心终究一直念佛 一直念佛 过了一会儿 没想到瓦斯味开始退散 头也不晕了 但是这时 水突然从上面一直流下来 几乎淹没了我的嘴巴 这时 在我旁边的侄女 很着急地跟我说 阿姨 水淹到我的耳朵了 我不想下地狱 你赶快来救我好不好 拜托你 拜托你把我扶起来 我跟她说 你相信阿姨 跟着阿姨念佛 佛菩萨会来接我们去更好的地方 我们回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你跟着我念佛就可以了 侄女听后也开始念佛 但是念没多久就累了 就要求我念出声给她听就好 而且还要念有旋律的符号声 我当时心里就想 阿姨都快没力了 还来这一招 但是奇迹的是 过一会儿 水就停止流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听到 姐姐和姐夫的声音 表示已经有人来救他们 并且隔着墙交代我们放心 他们出去后 会马上叫人来救我们 所以我们就带着希望继续等待 后来有人呼叫我们的名字 但是不管我们怎样大声响应 他们就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 我记得搜救人员已经来来回回 叫了我们很多次 但是都无法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绝望了 侄女又一直哭 当时的我身体也很痛 但是我的心更痛 因为我连自己的侄女都没办法救出来 我很无助 心里就想 难道我们两个就这样被折磨到死吗 我的心情可以说是快崩溃了 身痛心痛几乎让我无法念起佛号 在这个时候 我想到过去自己造了很多恶业 杀了很多众生 这些众生被我杀时 不也是跟我现在一样恐惧害怕吗 想到侄女的苦 想到在这围观大楼里 可能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被困受苦 想到众生种种的苦 这个时候 我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跟自己说 为了自己 为了侄女 为了众生 我一定要提起佛号 我就这样一直念佛 大概过了几个小时后 终于有人呼叫到我的名字 并且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马上回答 有 我在这里 在佛力的加持下 终于有人发现了我们 把我们救了出去 后来才知道 当时距离地震发生 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小时 小侄女很有福报 才住院三天就出院了 虽然经过劫难 但是似乎没有留下什么阴影 还是非常开朗 甚至现在被邀请到很多佛教团体唱歌 但我就没有这么大的福报 没这么快出院 但是现在也恢复的差不多了 经过大地震 大楼倒塌 被压买 受伤 水淹 瓦斯爆炸 多次无人发现 经历三天60小时受困 我与侄女还能安然度过 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 除了感恩救难人员 不离不弃的搜救之外 毫无疑问 我非常感念阿弥陀佛的护念 因此就以这个小小的事迹 与各位学佛人 念佛人分享 希望大家对佛法深信不疑 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 这次经历虽然是一段煎熬的历程 但是却对我往后的人生 有了很大的启发 历经此番劫难 亲身体会到这种可不又迅疾的无常 体会到这些沉痛的世间苦难 对人体难得这句话 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本来之前我尚无法完全入宿 现在已开始吃全宿了 本来对于世间物质生活诸多要求 日日生活在吃喝玩乐 唱歌跳舞 男女恋爱之间 但是现在更能打开心量 觉得那个只是世间短暂的快乐 根本没办法脱离苦难 可以说顺境与逆境无非因缘 不管是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只要有佛在的地方 就是好境界 虽然我不通佛力 但是我会一点一滴努力学习 不能再白白浪费这个难得的生命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利益 广大众生 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虽然它已过去了整整三年的时间 但其中对佛菩萨的殊胜感应 却值得我们一次两次 五数次的去回味去感应 那么最后 小编再来和大家聊聊 作为一名佛教弟子 在地震灾难中 究竟需要做些什么 希望以下这些 能对大家今后的修行有所帮助 第一 不信谣不传谣 越是灾难来临时 越是谣言死起时 佛弟子应谨守戒规 不可盲目跟风 一时冲动地去参与一些 未经确认的非正规渠道的消息传播 各大网站的寻心平台 是真实的信息发布地 请佛友们注意这一点 第二 救灾是一连串的事情 需要热情 更需要我们长久的热情 大灾当前要相信 国家政府的力量 我们可以提供 防震减灾及救援护理方面 比较实用的方法 即使捐款也要冷静 考察慈善机构的透明度 避免他人贪污善款而造业 但是灾后 却需要民间持续不断地救助 从既往的经验看 灾难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 是漫长的 甚至可能是终生的 尤其是灾后社会 关注度消退 大家的热情消退的时候 也正是灾区的同胞 开始独自面对亲人失散 家庭破碎 孤老无依 心灵无法承受的时候 作为佛弟子 真心要帮助灾区 应该是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把对灾区 同胞的感情尽其所能 付诸行动 寻生救苦 把对生命的敬畏和佛陀的大爱 灌注在其中 治疗心病 这是最好的预伤药 因为我们的爱 所面对的 是一个个具体而鲜活的人 正是这些 有血有肉的生命 构成了我们的家园 第三 我们现在极需要做的 就是拿出像我们 对自己亲人一样的感情 把全部的爱心 化为至诚恳切的祈求心 为灾区遇难的同胞念佛 食宿 放生等等 功德回向 祈求佛菩萨慈悲超度 亡人消除业障 早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祈求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保佑一方众生 平安无险 第四 我们要更加深刻的体会 世间无常 国土微粹 这个世界本没有恒常不变的东西 宇宙的真相 极是无常 古人所艳云 世间无不枉之国 无不破之家 天灾人祸 无时无处不在上演 为佛弟子 一定要觉悟 深信因果 谨天爱人 但念无常 精进行道 慈悲修会 广积资良 速登正绝 永断生死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 有什么感想与感悟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 留言告诉小编 那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